老板你好 请问牛排怎么卖的呀 这是M3加牛排38一份 这个是M9和牛399一份 这是M9的和牛 对 够了一份谢谢 这怎么能看出是M9的和牛 看花纹和纹粒 M的数字越大 血浩文就会越密集 越平均 我先加个炭 这用的是火锅炭 用的烤肉非常香 我们现在开始烤肉 M9的牛排好吃吗 吃起来的就比较的香嫩 而且非常的多吃 然后放上一个米粒 几块熟的口感够好呀 和牛的话 我可以用三分熟或者五分熟 三分五分熟会不会太生了呀 那没有 咱们的肉都是可以生吃的 可以生吃啊 对呀 用的是M9的哪个部位 这个是用的牛的锡的 对于牛的腰级别 炭烤和煎有什么区别吗 炭烤的话 平常煎起来的话要更香 它会有炭烤所带来的 特别的一种香味 哇好好看 哇非常容易进去 哥我们这个会加黑会要酱吗 那没有啊 只有廉价的牛排 才会加一些黑胡椒酱 咱们的肉吃的都是原汁原味 我必要去加一些 哇这个汁水 天哪 这不是血水吧 这个是鸡盒蛋 是一个费人鸡 老板这个卖这么贵 费人来吃吧 往行的人就吃的比较多嘛 我给你搞点水果吧 吃起来不会这么嫩 顺便增加点食欲 好可以 您的M9在河流就都好了 心痛您了 这个花纹真的好好看 一口吃下去 汁水饱满 新鲜有嚼劲 那这个花纹是大约的 就会是大约的 张力尽 让我们就可以 很明显的